给你的资料都看完了吗 那就放一边吧 我跟你说重点 我们到了 可否 我准备出发 松鼻 前击 松鼻 大 大 大 在 没 说它是第一黑环并不准确 入夜八十四年内海大爆炸才是黑环的起点 是BR000 但这确实是第一个在人口密集区爆发 至今也没能完全控制住的黑环 对 二十三年前 绣河是风景秀丽的绣河 嘉年华是全城市民最爱的狂欢游乐园 黑环爆发的那天 正是狄司嘉年华重启庆典的第三天 那天人山人海 男女老少都来追寻梦想和快乐 可不可以 内海大爆炸后 FAC用了五年时间 控制住B2000 慢慢带迪斯城走出阴影 重启迪斯嘉年华 也是为了恢复市民信心 那些老古板们 也是很努力了 可惜没人能想到 黑环不止一个 不止在内海 嘉年华开幕第三天 最热闹的日子里 B2001爆发 当年屏蔽技术还没成熟 经过了几轮爆发 FAC只能放弃绣合 却用整个河谷地势 拦截污染 这里就变成了 现在的模样 好了 介绍到此为止 你要小心 直到今天 我们的嘉年华 还很受欢迎 嘉年华 让我去 嘉年华 让我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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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他原地 离他原地 别急着勉强自己 我能从那种地方 把你捞出来 自然也能捞出 你的部下 记住 长官 死役在攻击反黑环激战 FAC的支援部队 不可能及时赶来 他们还在齐兰广场 清理黑环残余 那里的死意 牵制了太多战斗力 那就趁机 卖他们一个人情吧 你要一起来吗 做做秀就行 我会在报告里 好好渲染 帮你在FAC的 老顽固面前 刷点好感 为什么把绝账带到这里 他才经历过黑环 又被宽了那么久 身体从未得到恢复 为什么还要带他来 这么危险的地方 剧长回去后 难道不会背 不用担心 第九机关办事 不需要他们准许 只有特务找别人的麻烦 从来不会反过来 真的吗 真的吗 你有一群很可爱的部下 很忠诚 别推开他们 提个醒罢了 我挺喜欢你的 作为过来人 给你点建议 别抱着你那点小秘密 把自己关进禁闭室不出来 你一个人背负不了全部 尤其面对这种东西 我感受到了特别的观众 不一样的观众 你是来看我跳舞的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